從空拍機拍攝的畫面看來 這個地點像是建築物遭到炸毀倒塌後 重建的社區 不遠處還看得到依然存在 但是已經彈痕累累的樓房 事實上這個名叫拜特拉西亞的小鎮 的確是尾巴衝突之後的重建現場 就在一年半前的最新一波戰火當中 包括首府加薩市 以及拜特拉西亞等邊界的地區 都遭到乙軍的炮火猛轟 戰後在埃及出資協助下 加薩展開了重建工作 也在挖地基時發現大量上千年前的遺跡 除了這個羅馬帝國時代的股墳 二零二二年初以來 加薩地區的考古成果相當的豐碩 一月份就發現了拜占庭時代的教堂 四月又有距今四千五百年的石雕女神像出土 然後是不久前的九月間 有農民在農地下方找到了馬賽克藝術作品 專家考證是公元第四到第五世紀時的作品 接下來就是十二月公開發表的這個號稱 是目前最完整的羅馬帝國時代的股墳 加薩自古以來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通往埃及等地的交通要道 也是兵家比鎮之地 長期間受到羅馬帝國以及後來的東羅馬 也就是拜占庭帝國的統治 因此盛行於東正教堂的馬賽克藝術 在加薩的各處古蹟屢見不鮮 而東正教的聖地也跨越今天的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界線 以色列的i24新聞頻道分析指出 考古原本只是一門科學 但是遇到尾巴衝突就顯得十分的敏感 某些考古的發現 無論是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 都會面臨有心人利用 作為宣稱擁有對方某些領域主權的工具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 作為宣稱 作為宣稱 作為宣稱